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主食影片,記得按訂閱按鈕 我們每天6時半都會有新的食譜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煮潮州魚飯 我們先講講食材 有烏頭和黃腳立 做潮式魚飯其實不一定要用烏頭 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魚 或者問一下魚檔有什麼魚是當做的 接著有粗鹽 紹興酒 普寧豆漿 還有薑 片尾的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講講做法 買魚的時候,記得叫魚檔不要打魚鱗 如果需要的話,只叫魚檔幫你刮走內臟就可以了 回到家,把魚洗乾淨之後 就可以在魚身和裡面均勻地塗上粗鹽和紹興酒 怕腥的話就可以加薑一起蒸 接著就可以拿魚去蒸15分鐘 直到它完全熟透 完成之後就可以把魚拿出來放涼 最少放20分鐘 如果時間容許的話 就最好放幾個小時 甚至乎過夜 吃的時候就用刀沿著魚身 將魚皮切開 想吃起來方便一點的話 還可以用手將魚肉絲開 變成手絲烏頭 再加上普寧豆醬就可以上碟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或者按下連結 去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也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